海钓完回家清洗渔具 可以极大的延长你钓具的使用寿命 往车轮的话就把吸力旋径拧拧紧 然后直接用凉水冲洗就可以 但是要轮子朝上的清洗 不要把轮子倒过来洗 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把一些砂石啊 其他的异物直接从下面冲进轮子里面 洗好之后先把水分甩干 然后再用纸擦除多余的水分 自然晾干就可以 记得要把泄力旋扭 扭回一个比较松的状态 清洗干渣的时候尽量用凉水 不要用热水 然后用纸巾擦干 顺便也把当日用过的所有吊饵 用凉水清洗一遍 首先把鱿鱼皮夹给脱了 再把它毛裤也脱了 脱不下来拿刀刮 这条鱿鱼抱装备了 一把白色的卓越的泼塑料件 然后装模作样的随便划了两下 假装再拉划刀 然后切成适合自己嘴型的小块 对着水管子一顿下滑了 锅里油温热的随手一腿 八把小米辣卡往里扔 拿个铲子在锅里一顿瞎搅和 家里有条件的放入屏幕上方调料 没有条件的有啥方法 一眼睛一顿瞎搅和 假装专业的点个勺 出锅 欢迎观众点赞评论